错误谈此大番 君名男子怀疑女朋友跟其他的男性私通 在日前跟对方狭路相逢时 竟然是把对方的车子拦下 还拿出辣椒枪恐吓对方 反映男子气冲冲打开轿车后车厢拿出武器 对着休旅车驾驶大声叫嚣 仔细看他的左手还拿着疑似枪支的物品 走回去关车厢又气不过 折回来再骂几句才离开 事情发生在台北市文山区 一名高姓男子怀疑张姓男子 和自己的女朋友暗通还取 当天刚好在停车场外巧遇对方 高姓男子触筒瞬间打翻 上前拦车要和对方理论 还拿出辣椒枪要威胁 路过民众下坏报警 远警到场两人表示只是私人纠纷 不需要协助 但警方事后调阅监视器 禁键持枪 警方持搜索票找到高姓男子住处 要求他打开后车厢 果真在里面找到一把辣椒枪 为了女友针锋吃醋 警方一查还发现他有毒品前科 讯后依恐吓危害安全罪嫌 移送台北地监侦办 记得从来慧玲礁显台的报导